韓聯社報導 美、日、韓三國當日在國際原子能總署理事會會議上 通過共同發言 對北朝鮮不斷發射軍事偵測衛星 以及彈道導彈問題表示高度關注 並指將密切關注北朝鮮進行核試驗等新一輪挑釁的可能性 而這次是繼上年9月後 三國再次在這個會議上 作出共同發言譴責北朝鮮的挑釁行為 三國指 北朝鮮與俄羅斯進行軍事合作 向俄方提供彈道導彈等武器 違反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決議 是對國際不擴散體系與國際社會和平穩定 構成威脅的行為 而三國更提及 俄羅斯就延長聯合國安理會北朝鮮制裁委員會專家小組任期的議案 行使否決權一事 目的是削弱國際社會對北韓的監控能力 三國又敦促北朝鮮盡快重返對話桌 為實現完全可核查和武核化而採取具體行動